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台南水行吃紧,曾温水库有效许水量,已创十年来新低。 争取国民党台南福长提名的前行政院政务委员高斯伯今天协同福议员许志春, 参加台南市中西区普济店举行的圣君庙及时入伙安座大典, 特别烧香香池王爷禀报,祈求能风调雨顺, 国派民安高斯伯傍傍晚发布文稿说,除了祈求老天爷快下雨, 高斯伯也说人祸也值得大家省私, 特别是水库淤沙的清理工作刻不容缓,否则不仅年年要起雨, 祈求风调雨顺,稍一不慎就要酿大风暴。 高斯伯指出,台南各大水库因为淤积严重, 有效蓄水量愈来愈缩减,往往出现雨季来临前一颗鼠月, 又因库底淤积严重,一场好雨就未饱, 碰上台风,好雨特报,就得赶紧泄洪,高斯伯饶势, 除南科外,九汉不语对农民的影响更是严重, 气象局预测吧,九日就要有封面通过, 期待届时能顺利降下大雨。 若老天爷再不降雨,就要出大问题了, 往年此时盛产的竹笋,因为缺水导致生长迟滞, 绿竹笋不仅产季延后,产量还可能减少二、三成, 预警,南华也爆出芒果目前的结果率不佳, 农民推估将会减产三至五成, 各项农业灾损报告还会陆续出现高斯伯表示, 根据水利数公布的台湾水库及时水情, 目前层吻水库有效许水量为2602万吨, 预测剩余天数仅23天。 与层吻水库一起串联使用的乌山头, 南华水库的预测剩余天数, 也分别只剩下27天及30天。